所有明镜聊天室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我们明镜聊天室的节目 今天我要找到一个partner跟我一起来 上一次是他把我引荐出来 今天我特别要请他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作为我一个很好的partner 请他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是美化画面 第二个是降低我们这个节目的 这个主持人的平均年龄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我的partner Rita Rita你好 嗨 谢谢 嗨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今天的东西非常丰富 对啊 所以我要先我们先来一段 这个今天的这个比较是 节目里头的一个娱乐性的东西 我们先丢几个娱乐性的东西给大家好吗 好 像今天比较特别的在国际新闻当中 在全球的话我们看到张博之 张博之 你看他小孩子终于正面出来了 我看他最小第三个儿子 哇 这个被隐藏了很久了 到现在还不知道爸爸是谁的情形之下 终于出来了 他隐藏了很久 但是呢 也许他一个想要保护很久 结果今天终于被人家拍到了 第三个小孩子的照片了 对啊 而且我 其实我之前没有follow到 他竟然有第三个小孩 所以今天看到 所以太可爱了吧 很可爱 来 第二个新闻是 第二个新闻呢 是左小青与张子怡度假合照照片 你看过左小青的拍的戏吗 我必须承认我没有 其实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大陆的一个 年轻的演员当中呢 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演员 你要想得能够 是你告诉我 他们两次正在拍一部戏 对对对对 因为我是根据这个 左小青他的那个 的推文看到说 哦原来他们要拍一个叫 地凤叶 我非常期待 如果说他能够跟张子怡 并进的来演出戏的话 要被那样强的磁场给 能够不怕的话 我们这部戏恐怕是值得期待的 对 没错 第三个呢 第三个又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你要想哇 这个 左右手边的第二个美丽的小姐是谁啊 哦就是我们今天新闻主角 第三个新闻就是张泽天 是在留学生活 那目前呢 他现在在剑桥大学读书 你听到他能够站在刘嘉玲的旁边 这个奶茶妹这一年来 所承受的压力应该够大 Rita我问你 如果你像他这一年来接受这么 他的老公接受这么大的一个新闻的东西 你能忍受吗 我如果为了钱的话 可以忍受过几年 其实这个为了钱的话 其实是也蛮不错的一个情形 但是恐怕这一年来他所承受的压力很大 事实上他在婚前婚后承受的压力都很大 你嫁了一个这样的人 人家那么关注你说会不会去 娶了之后发生这么大件事情的话 嗯 我觉得就是应该会压力很大 而且没有想到说他老公竟然犯了这件事情 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吗 对 但其实之前还差点以为他是 强迫别人的那一方 所以他也许现在自己喘了口气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第四个欲乐新闻 第四个欲乐新闻 哇你们两觉得他们俩像不像 好像喔这张照片怎么这么像啊 所以这个演艺的生涯其实很有意思 其实你要去演一个真实人物 常常有很大的困难 我个人其实一直对于巩俐的演技 我有相当的大的质疑吗 你认为我胆子很大是吗 这么一个国际巨星 对啊没错 他是非常大家认可的 我就觉得很可惜的是说 不管他扮演什么的角色 每一次我们看到的都是巩俐这个大明星 我很少看到巩俐这个好演员 大演员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这部戏里头可以值得期待的是 他来扮演郎平 你晓得郎平在中国近二三十年来 这个女排的一个光荣史 我觉得他扮演这个角色 其实是蛮有意思 所以说包括成龙大哥都去探班了 真的吗 这个去探班的情形让他 你看这个角色 他能够因为巩俐的个头很高 所以巩俐能够去拍一个郎平的这样角色的话 就比他去走红毯的时候 那样一个镇住气场的情形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值得期待的 对啊 因为可能这个角色没有让他平常的 把他平常美貌带住 因为他那个美貌 他的穿着 他的每一点都可能跟以往不太一样 其实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是谈到 这两天其实有一个报道出来说 两岸的婚姻关系 在两岸的婚姻关系呢 在这两天有一个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在过往的时候 两岸婚姻是有一个阶段性的 然后突然两岸的婚姻 从以往的2004年曾经有一次的记录 是说达到两千两万三千多的 我们先直接进入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在1987年以前 1987年的时候 就应该是三四十年前 我看到的这一对夫妇 其实我最近才访问过他们 我觉得他们是在87年 一个是女生是从台湾来的 先生是从中国上海来的 对 那个时候在1985年 他们84年处处相逢的时候 那个时候才海峡才刚刚开 就才来到国外 然后先生其实死不过一个餐厅打工的 这个收盘子的人 真的 这样做出来 结果后来做到在美国最大的这个连锁的华人的企业 后来卖掉之后 他们两夫妇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是说 提升了这个 希望能够在海外能够提升华人在美国立足的点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值得鼓励 可是你要知道在1987年以前 海峡两岸的婚姻是有很多的存疑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人家不太相信中国大陆出来的 所以说会觉得说台湾怎么可以跟中国大陆出来 很多时候因为对于匪区出来的人有很多的胆怯 但事实上他们的结合正在那个时候 在海峡两岸的结合里头是蛮美的一见话 留下了一段佳话 之后其实在87年以后就开始了开放之后的婚姻 Rita对于开放之后的婚姻了解有多少 因为开放的那个时候我还非常小 你据说在还没开放之前 还没出生 你还没有出生 开放后的话我应该大概对幼稚园嘛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集合天是一定要能够找一个比较年轻的人 让不同的世代里头来看看我们在不同世代里头对事情的看法 在海峡两岸开始开放之后 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 其实我记得昨天我们在节目里头谈到张晓燕那个时候开放 那个时候有一大群的国军的部队跟随着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 他们在那个地方落户 但是你很难的再去找到那样的婚姻了 就是说他们只好在海峡两岸开放之后 他们纷纷的回到中国大陆去找到了他们的新一半 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陆配就开始的来到了台湾 跟这张照片这种在87年以前结婚的又稍微不同了 比较是荣民 就是说当兵的像这样的照片 就是说开始陆陆续续的有一些的陆配 这个女生好像是四川来的女生 那个时候很多的比较偏乡地带 然后生活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是比较困苦的 就是说即便嫁给了老兵 因为老兵在台湾有相当一部分的每个月有固定的收入 当然有比较好的是嫁给比较好的家庭 但很大一部分在那个时候的开放 比较是谈到的是两岸的一个这些陆配陆陆续续的嫁给台湾 那那个时候也出现了一些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陆配 我记得那个时候当陆配在台湾的时候 因为有一些人是父母父亲年纪大了 母亲过世了 他们回到中国大陆娶了陆配之后 然后记得那个时候陆委会一个副主委谈到了一个故事 是说这个陆配在台湾生存 结果他在病危的时候 他的子女在台湾不愿意家人签字 就不愿意当家人 因为他们不承认那样一个婚姻的存在性 天哪 其实你知道是走过历史的时候会有一些这样的故事 就是他眼睁睁地看到他在急救室里头四天而身亡 其实是对于这一个海峡两岸这样的一个婚姻 其实是有一些悲惨的故事 可是事实上当时有很多的陆配 因为来自于中国大陆各个地区的人 到了台湾 我记得我们的另外一个节目主播 何平先生他提到说 等到后来他到台湾去参观的时候 台湾有很多的好吃的地方 都是因着这些陆配在台湾落地生根了之后 开始在那里发展他们的小吃 然后建立了家乡小吃 所以说有桂林的米线 有贵州的好吃 云南的什么好吃的 所以四川的什么好吃 就把这些东西陆陆或者东北好吃的 陆陆续续的带到了台湾 这是后来这几年台湾经济发展 之后因着陆配而留下的关系 而这个时候陆配的关系里头 其实我不知道Rita你自己听说有多少 就是说经着这几年的台湾的政策 对于陆配不全然公平 因为台湾现在的新政策是新南向政策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台湾的执政者 就会认为说我们的血统 可能跟马来血统比较有关系 就跟那些的关系 跟要去斩断那一个中国的血缘的关系 有这么一个倾向 所以他对陆配要来到台湾多久之后 才能够变成真正的身份 所以说这就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以说当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时候 对陆配有相当的不公平 慢慢的就很多人有开始发声 他们有结合起一些的力量 事实上在海峡两岸的关系里头 婚配的关系里头到第三个阶段 是台商的西进 台商西进之后到了中国 台商因为到了中国开放 给了台商很多的优惠 当给了台商很多优惠之后 中国大陆就开始有一些的台商 也在那里落户 就是说在那里落户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照片 像刚刚很多的新娘的照片 而这些的新娘的照片 就是说有一些的台商 已经开始在中国大陆落户了 而这个落户的里头就是 就是说很多的台商在那里成家 但是有可能有一些的成家 不是legally的 我大概有听说过 有一些朋友的父亲 去大陆工作之后 又有另外一个家庭这样 有另外一个家庭 所以说这也造成了很多的问题 当这些问题出生的时候 这就是海峡两岸婚姻的第三个阶段 等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 会是比较精彩的 我相信这一段 应该是到了21世纪了 21世纪的婚姻里头 我相信Rita对于这一些的 年轻的影歌心的 就没有距离 就像如果我问你 现在在他们前面三个阶段里头 都有不同的婚姻的关系 然后觉得台湾跟中国 有一些思想文化的距离 现在你在和很多从中国大陆 来的朋友们交往的时候 你觉得你有思想上的距离吗 我觉得我周围还是蛮多 大陆的朋友 但就是 当然一定会有差距 但是怎么样去彼此尊重 彼此的差距 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我觉得身为人 都要彼此互相尊重不同 可是就像我们陆陆续续 等我看了 我们一张一张照片 来解释这几个婚姻的情形 你晓得在两岸婚姻开始的时候 而这一些的隐聚圈 因为隐聚的一个交流 让两岸的关系拉得很近 因为大家都看同一个剧 早先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大家也看超级星期天 也看胡瓜的节目 也看胡中宪的节目 然后对于台湾的那些 综艺节目就非常了解 那早期的台湾的 一姐妹的这些连续剧 陆陆续续在 或者金城市少 在中国大陆 非常的受欢迎之后 演艺剧期 然后他发觉说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大的市场 当真正的大市场出现了之后 所有的台湾演艺界 就到了中国去发展 其实当时最不会看好的一对婚姻 大概就是这对婚姻的 大S跟他老公吗 王小飞 真的吗 很多人都一直在唱衰 他们不是吗 其实因为我现在抓的这个照片 我之前看过 我觉得王小飞超级疼大S的 对呀 可是你晓得很多人就认为说 因为王小飞也有一些的历史 就是说到现在可能人家 还在用大S跟南正龙的故事在说 人家很多人都看不好 结果人家现在爱情越来越甜 我觉得看不好 是因为他们才认识三天就结婚吧 我记得他们的故事好像是这样 所以很多人说认识的久而结婚通常会提早分开 认识快而结婚恐怕才慢慢的走这条路 对 其实是没有原则 接着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好几个 这一对你看四爷跟 他们演那个《步步惊心》很红 然后大家又发觉 因为他们俩年龄差距很大 对 然后这就觉得 如果我能帮到一个老公如此的疼我 那该有多好 所以说他们的月子都是在台湾做的 是哦 你看看 所以说这一第四的 这第四个时期的婚姻呢 其实是比较就改变 因为他们代表一个取向 跟英文静跟秦浩 对 你看过秦浩的戏吗 我好像他好像是不是演一些 就是部落的 警匪的片 然后事实上 我看过他跟 好 那个孙力演的一个剧里面的 其中一部角色 秦浩其实是在中国大陆里头 非常好的一个演员 对 然后这个一能进 年龄这么大 还要再为他拼孩子 这也是爱的一种 你好像他们年龄 差距大概有十岁之久 对 可是这年头好像 这样年龄差距的婚姻 并不成为演艺圈的一个困难 他们俩差蛮多 贾静雯跟他 哦 这也是这一件 你说你非常喜欢 你觉得这有很时尚的照片 我觉得很喜欢这个红色啊 这个也很 你要晓得四十年前 所有的这个领证婚姻也都拍一样 那对那个时候来讲 多么的单调和这样 可是他们俩拍这个照了之后 发觉其实是一个非常时尚的照片 对啊 时尚红 另外一种红 对啊 可是早期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领证照片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每一个人的照领证照片都是这样 结果变成了时尚 你要晓得 这一对小眼睛 这个在演艺圈里头 没有比他们更小的眼 比他更小的眼睛 然后却能够 周杰伦啦 周杰伦比他小吗 他应该比周杰伦还小 他的眼睛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 这一个我觉得 知道的人可能不多 男生不多 但是女生很多人 至青春 谁都忘不了他 叫做吴子珊 吴子珊嫁了一个台湾狼 对 这是有的是 这目前我们看到的是 有几对是台湾狼娶了大陆女 然后现在 然后也有台湾女嫁大陆狼 对 这个吴中天在我来讲 是台湾非常有 有质感的一位男明星 可是他好像一直没有 凭着他的外表而走红 他一直想走导演的路线 没有特别的走出自己条路 但是他非常扶持杨子珊的工作 你对杨子珊的印象 我也是看过他至青春里面 我也觉得他演得蛮好的 他的还有一个二十岁的 我这也有看过 因为那个里面还有一个老太太 好像是龟雅雷 对龟雅雷 就很喜欢龟雅雷 所以看过那部片 对 所以我想这就是海峡两岸的 到了二十一世纪的婚 你要想到二十一世纪 当然他们几个 这是欧帝 对欧帆生跟吃了一个 你不觉得他生孩子 都还能够把自己打扮成这个样子 真的 非常地妖艳 对很厉害 如果你哪一天生孩子 你要把你是像你画得像今天 这样红红的嘴唇吗 应该没办法吧 除非是真的有人在拍照 他们guess以下也不是这样 这就是典型的巨男美女 对 陈晓当初也是 这也是姐弟恋 对没错 这个姐弟恋 但是我要告诉你 这要跟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海峡两岸的婚姻的激动 有一点点距离 因为我们看到了 我们今天举了这些美丽的 你晓得当时 哇真的很多 对啊 怎么现在都是流行男大女小 你能够或者女大男小 你能接受吗 可以啊 主要他对方是成熟的 人要成熟 人要成熟 思想成熟 年纪轻一点多半也没那么多精 你看这个赵尤婷多挺带大他五岁的高媛媛 对啊 爱他 客户他 到了 而且他们俩每次在机场分手的时候 都会在机场演出一段激吻 你怎么会看这种 跟我的形象不太一样 所以我要再次的跟明镜聊天室的说 我们虽然谈了很多严肃的问题 其实我也是可以谈这一类的话题的 张大哥涉略很广 过目可以不忘 所以平常我是不谈 我今天是来讨论两岸婚姻关系 然后回到两岸婚姻关系 结果竟然跟你这样的 这是我的错了 对不起 竟然跟你这样年轻的人 我能够指出他们有这样的事情 对啊 而且我竟然不知道 看所以我没有大他好几十岁 没有大他好几十岁 我一定要强调我没有好吗 然后这就我们说到了 其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 两岸的关系有了一些 实质上的一些的改变 之所以改变是因为 两岸的经济的悬殊条件 在过往是台湾高 中国大陆低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在没有开放改革开放之前 基本上是中国大陆的收入比较低 然后人民的生活水准没有这么高 所以很多人认为 驾到台湾是不错的 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那时候觉得台湾那时候 早期刚刚开放之后 带回去的东西 中国大陆觉得稀奇的不得了 带几斤几箱这些东西回去 就很容易让这些人 在中国大陆找到了欺配 但是这些年 台湾到中国大陆去出手的时候 中国大陆哪瞧得起 你带来的东西 我随便一个出手 就觉得是多大的情形 这就是两岸的经济关系 再加上两岸的关系也激动了 你晓得 两岸关系就像我刚才说的 对陆配其实是不公平的 然后加上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不够友好 让这些的陆配说 我干嘛驾到台湾去 特别是其实当我们做了这两天报道之后 很多 其实今天有一个追溯的报道 就是说很多访问的这些驾到台湾的陆配 其实刚刚我们看到了四川女啊什么 其实有一个这两天有个安徽跟江西的女孩子在那里宣述说 嫁到台湾去之后觉得非常的后悔 因为她老公酗酒还打人 怎么会这样 所以说台湾囊不像坐在这里的都是这样温柔的 好 那我要赞同了 你能够不赞同吗 因为我在引导你说话 你一定要赞同 非常温柔 要像台湾男士要像张大哥一样 这边应该来讲 基本上台湾男士应该是这样 但是台湾还是有一些的败类 对不对 只要动手的男人都不是好的 对没错 我们下个礼拜会在这里谈家暴的情形 我们希望大家也关注这样的问题 好不好 就是说我们说到海峡两岸婚姻的激动 从过往的三万一年有三万多人的婚配 到现在只有六千多人 你要晓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急需的下降 证明了两岸的经济不可预许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台湾的女孩子 现在越来越多的嫁给了中国大陆 我特别选了这一张的照片 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一个 男的他是台湾一个非常著名的教练 他是一生要做义务的工作 要帮台湾的原住民的小朋友 做棒球的一个训练 他娶的老婆是一个中国大陆在累球的名将 这是在南京的一所大学里头 教体育的陆老师陆教授 他我访问过他 他是属于国手级的累球教育 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么穷 然后只想做义务工作的老公你干嘛 他说我们学体育出来的人 常常会觉得说如果你发觉这个做体育的人 其实没有别的条件 最重要的是一个执着 那他就发觉说这个人非常的执着 他对于他所要做的事情 他很执着 所以他要帮助原住民的小朋友做他的棒球的工作 他说所以我就在这边在中国大陆继续挣钱 然后来支撑我的老公 他不需要来提供我家用 他爸爸妈妈都骂他说 你看嘛这么傻呀 他说你怎么说呢 当你发觉有一些我们共同学体育的人 你就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工作上面来讲 就有一些的东西是让人会比较心动的部分 然后这样的一个教授就在他在中国大陆挣钱 养台湾的一个愿意从事义务工作者 你不觉得 好感动 是不是 而且现在的关系也有所不一样的 所以以往就觉得说他们很多人希望嫁到台湾来 但是现在发觉说在中国大陆谋生的能力比较强 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到中国大陆去谋生 但是你会发觉在中国大陆谋生还有一大的困难 所有的物价你在北京这么这么的高 所以有一些嫁到嫁给台湾郎的人就觉得说 恐怕我还是跟着你回台湾好了 因为台湾的物价比较低 所以你知道的 所以海峡的两个关系的一个批变 也影响到了婚姻的关系 对啊好有趣 我再都没有这样观察过 是不是 然后就觉得以往的两岸的关系到现在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都在谈两岸的政治的关系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从婚配的关系来谈一谈 两岸婚配这些从87年以前到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改变 当这样的一个改变发生的时候 我们会如何的来掌握这样的一个局势的一个不同 其实是有意思的一个社会现象 对没错 说到了运动 我刚才说这个陆教授是一个运动健将 对 嫁给了一个台湾的运动的名教练 然后呢支持他这两天有一个运动的关系 可是可是激动人心啊 这个人的角色 我想现在所有人都想要给他丢番茄 我们轻松的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对于他的一个发言 你知道马上NBA的球员 其实我觉得火箭队的球员 其实是把NBA带到中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姚明在里头 整个NBA会到中国 跟姚明在火箭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当这件事情 Murray讲了这样话的时候 你要晓得 其实我觉得姚明是非常为难的 很尴尬这样 非常尴尬 对 但是你要晓得 对于很多的中国的球迷来讲 我们常说到底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是谁损失 中国大陆爱NBA的球员的比赛是非常多 NBA因着中国的这一个市场 也的确挣了很多钱 所以当NBA有这样像Daryl说了这样话的时候 伤了很多 中国人心吗 特别是 你要晓得在这个结果眼上 全国一条心的情形之下 你要晓得 其实你知道美国也很爱国 不然为什么川普能够激发起这么多的爱国 是We want American great again 你知道的 就是那个情形 美国人也很爱国 对 可是其实在美国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是我绝对的尊重言论的自由 对 包括Adam来说这话 对 Selry就是这个习佛来说了这番话 他力挺说 每一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 每个人也可以有他的支持 当他有这一个言论出现的时候 本来昨天Murray说这些话的时候 只有民间有一些的反应 对 没错 可是当Adam说这话的时候 完蛋了 中国这个中央电视台 今天正式宣布 我们从此不再转播所有的NBA的比赛 哇 所有的球迷哭 一方面是扼完说我看不到NBA的精彩 但是另外一股势力就说 我们宁可不看NBA 但是我们不能让国权上失 对 所以有一个 你喜欢他的戏吗 戏 李一峰 李一峰 我没有看他戏也戏 老实说 你没有看过李一峰 我知道他是谁 他非常的火红 但对于他的戏 我是没看过 昨天我们 前两天我们在看张军令的时候 其实张军令当中国大陆拍的第一部的剧集 也那个时候配角的男演员 就是李一峰 今天李一峰的这一个 所以我说演艺圈的一个大团结 李一峰说了这话 这个话通常现在很少人说 Rina你比较年轻 看你对于爱国心 你能不能说这样的话 这段话你来说说看 我要念他讲的话吧 因为就是你可以这个陈述一下 看看这样的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我讲不太出来 因为就是怎么讲 现在你们这一代的爱国心不强吗 难怪你都不爱台湾 可是我就是可能不太会觉得说 有这么严重 有这么严重吧 对 我觉得这也可能是这个现在的年轻人 对于国家的民族的意识 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defensive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要给中国大陆的一些的年轻人 有一些的说法 就是说 你要晓得这件事情 这几个年轻演员 刚刚我们说的李一峰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吴景言 都属于一些比较年轻的人 我想过一个礼拜 我们也来谈谈今年的金马奖 为什么从去年的金马奖 有一个台湾的纪录片的导演 在台上说了一个台湾独立的东西之后 然后图门立刻上台 你要想他们多么精准的 能够在适当的时间里头 说一些的话说 强调一个中国的观念 所以说当天之后 没有一个中国大陆的艺人 参加所有的庆功宴 第二天就好多人 包括胡歌在内 都要有一些的代言的发表会 立刻第二天全部走人 所以我在想 中国的演艺圈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团结一致的 可能就是也可以让大家看到说 中国对言论自由来说 主权这件事情是一个唯一的底线吧 我想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说 你现在中国大陆 包括你很多在中国 生存的人都会觉得 我可以自由自在 我们在很多的场合里头 都可以说很多的话 但是碰到主权这一块 你就是碰到了我的那个nerves 你就碰到了我的软骨式 绝对不能碰的 所以李易峰这样的一个声明 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 可能是很多人不太理解说 年轻人不太会碰这一块 但是李易峰的铿锵有力的声明 其实是激起很多人对他一片较好的声音 鼓励他说 因着你对于中国主权 不容许碰触中国领土的一个部分的情形来讲 所以这是一个绝对不能碰的底线 就像你所说的 对那一部分我也觉得说是不是他的公司 必须维护他的市场利益 然后所以还有形象 所以要求他做这样的事 我想经纪人或者经纪公司 都会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特别是在 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上面 就是说你如果艺人不表态的话 对 你很难生存 很容易被贴标签 很容易被标签 所以在这一点上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在这一点上面 可以对他对言论自由的看法和角度 比起在美国就不一样 像我觉得你可能就会follow一些 在美国这边言论 或者说嬉笑怒骂政治的东西多一些 对就是我觉得美国 因为可能美国他对于政客来讲 他们是觉得是 像台湾话也会去嘲笑一些政客 但他们嘲笑就是我觉得也是另一方面 就是让那个就是他是一个表演嘛 他不是代表说真的真的怎么样 或者真的侵犯什么主权这么严重 他可能就是一个嘲笑的方式 所以可能我觉得是不同的价值观 所以我可以理解大陆对于就是主权那种 就觉得坚持就是说不能让人家 这个对 就是不能碰的一个红线跟点线 那我也能理解美国 他们就是的言论自由上面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同价值观的当中 所以这件事情会是一个怎么样的走法 我们还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今天比较有一次 就像刚才Rita所说的 你晓得很多那个时候 很多的路客到台湾 最爱收看的一个节目 这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金钟奖 落在三个人点上 最高的就是全民最大党的那三个人 这三个人在那个节目 在台湾最红的时候 谈到最多的就是讽刺这些领导人 包括讽刺北韩的人也好 包括讽刺台湾的领导人 学陈水扁也好 学马英九也好 所以说他就完全的嘲讽 那你要晓得在美国这个地方 每天晚上的夜间秀 这个 最模仿的 那重重哥模仿的 我觉得唐学胜真的是 这个 他是唐重胜 实在是一个棒得不得了的演员 他学谁都学得像 然后郭子前学这个 科匹 他那天在这个金钟奖学科匹的时候 这个抓抓头这样子 喝喝喝的样子 实在是到了精髓 就是说他们认为的观点 包括美国这个地方认为的观点是说 你只要是政治人物 你站在台前 你就是要被 被绝对的要被 可以要被公平的 是一个可以被嘲弄的 包括现在的英国的首相 你要想他被 他被嘲弄到 不行在英国的很多政论节目 这个在台湾台湾里头的 学模仿这一个 北韩的金正恩 也让许多的人 就是说尺度可以宽到这一个地步 就是说 在中国大陆 有相当的自由 但唯独在政治这一个极限上面 所以为什么 那就更别提 对 这部电影 我也看过这部 这部电影几乎不敢上片 你知道吗 对对对 完全被盯上了 完全被盯上 这个华纳公司 还是是哪一家公司 出来片子的时候 马上要跟 这个很紧张的说 我们要延后两天上片 为的是说 怕北韩 真的为了这部电影 来发了一个非单炸纽约 你知道 但是你这次 这就是美国的一个尺度 对 我觉得 当然 这是NBA这件事情 对 NBA的这一个 火箭队的经理 说了这话 然后NBA的总裁又加码 来做这件事情 对 的确伤了很多 中国球迷的心 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 也许可以保持承诺 但是 可是对美国来讲 这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你看看那个川普 整天被人家嘲弄到 什么样的地步 为什么我们的人 不能够说 我们想说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说川普每天 被嘲弄到的 无以复加的地步 而这个有一些人 他可能就是支持香港 对 但他也不是说 要香港独立吧 像我看这个推文 他感觉 我不觉得他是讲港独 我觉得他只是 对于人权上面表达关切 然后但于 所以美国care人权 然后但是 可能对于中国来讲 就是这是我家的事 你管什么 就有点就是侵犯到主权了 因为他说的这个 Freedom Stand for Hong Kong 对 我觉得他用的 这一个字眼 的确可能稍微 让人家怀疑到 对 有那种意味 对 但是 you never know 我想 这是一个对于 所有在中国那个地方 这是一个不可触碰的底线 那到底会走到什么 你想的这就是 也是另外一个风波 就是南方公园 对 就是他在里面影集当中 也有播了很多 就是禁忌的话题 就是像小熊维尼 对 然后还有讲一些 就是有关于中国的事 那可能也就是 有一些嘲讽的方式 所以在大陆也被禁播了 然后 所以他们那个创作人 他也发了 我觉得他这个声明 发了一个声明 嘲弄到了极点 对 嘲弄到了极点 是的 的确是嘲弄到了极点 所以你看他最后说 Long life the great communist party of the China 实在 对 但我觉得这也其实也代表 其实我觉得NBA 包含NBN 跟这个南方公园 他其实也代表一个公司的价值 像NBA代表美国的一种人权 然后追求的那种价值 然后南方公园代表 我是一个嘲讽企业 我怎么可能跟你道歉 对啊 不然我就是损耗了 我品牌价值了 就不像我 就像这个 在英国的那个媒体 那几年得罪了回教世界 然后那种追杀的情形 当然我想那是回教世界里头 比较严重的一个方法 但是这一个 我觉得南方公园 他所做的这一个 嘲弄式的一个 official apology 这个东西 的确是相当的嘲弄 但这个嘲弄的情形 我相信他短时间之内 大概在中国的社区媒体里头 应该不会出现了 但确实也打到了他行销的广告 对啊 因为他可能觉得他在全世界的市场 而且我告诉你 他的这一个声明 以及他说他在10月10号 就是两天之后的 应该其实是在讲的 明天晚上就是9号的晚上 他会有一个新一波的一系列的 这一类的东西出来 我在想中国的很多的朋友们 可能都会关注 但是美国这边的一项 他在这方面相当保护言论自由的情形下 也会相当关注 到底明天晚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言论的出现 我们也值得期待 对 没错 所以你要晓得 这样的话题天天都在我们周遭在发生 然后虽然我们今天谈到了 演艺圈的几个最新的新闻 然后我们也谈到了 海峡两岸的婚姻的四个阶段的演变 然后我们提到了这两天最热门的话题是 中国大陆演艺圈的团体大声一吼说 我们拒绝NBA 你要晓得本来后天 NBA要在中国有一场发布会 而这个发布会是要展示很多 美国NBA的周边商品 你要晓得这个周边商品的利润会有多大 现在一切戈然停止 还有腾讯原本也有一个独家转播 也是很多的钱 具体数字我有点忘 但是非常多的钱 也因为这件事情所以被迫要取消 所以就其实有很多的人 我还听说在中国内地有一个商家 还做了NBA的一个什么商品商店 因为这样可能他也不能再经营 所以其实因为这个话题 导致许多人损失很多利益也是 所以谁会真正的哭泣 谁会真正的是损失 我们不知道 有些人是要保护国家的主权 一点都不让 有的人是保护我们言论的自由 一点都不让 发展如何 背后牵扯的是经济的效益 也牵扯了政治的关联的性 所以如何的发展 恐怕真的值得我们继续的关注 明镜聊天室是一个属于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个礼拜我们有一天和Rita的聊天 我们下礼拜还会有一个新的话题 跟他一同的坐在这个地方聊聊生活里头比较轻松的东西 我们虽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走 但是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讲 希望透过我们这样的聊天给大家来一个不同的视野 也谢谢你们继续的关注我们 然后点阅我们同时订阅我们 让这个节目越来越被大家所看到 谢谢Rita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因为今天很多人都说你红的好美 真的吗 红的好美也是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说一笔叫比较红 比较红 因为我穿红色 所以你蛮符合李一峰的要求 要越红越好 但是表想 那现在台湾也要红 你知道吗 除了韩国瑜是一片红海之外 你知道现在蔡英文的竞选的 这个团体的罩竟然也是一片红 是哦 你要晓得现在红是一个话题 本我们的老板不让我穿红色 所以这是一个平 还是一个聊天室 不让我穿红 不然我们下回换一下 我也要穿个红 符合一下时尚的东西 我们来穿一个比较红 因为现在连蔡英文都要穿红 这个支持者都要穿红 除了蔡英文这件本身 没有穿红之外 所以你不觉得 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吗 对 非常有意思 谢谢你今天晚上的收看 我们期待 下次我们有更新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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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 www.menjingnews.com